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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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娘 伯爵 她都离开你那么多日子了 你就不想男人吗 你就不想 我只想伯爵一个人 五娘 你想想 她这么多日子有音讯 会不会遇上什么不测爱 五娘 就算她在京城当上了大官 那好看的女子是无数的 说不定她已经躺在那个摇剑的怀里 她另去别人了 你再不走我喊人了 你走啊 好好好 你喊 你有种你喊 你走啊 我叫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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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等到老死了 你要休想 等到京城的来信 看我怎么收拾你 来人哪 着火啊 快捉过完 不好了 散火了 买你 快 Piet 快看 你又是 Shah 快点 到哪儿了 快快快 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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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ij 书 快点 快点 书找书 别闹了 别闹了 太大了 好人心 快点快点快 快 把小人磕了 磕了 快拿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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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说了 公子 公子 天不早了 该睡觉了 不行 明天上早朝 要把这折子 禀奏皇上 是什么折子 非得连夜写完 看天下百姓生灵涂炭 愿生再盗 旧起原因是政治腐败 官吏贪惨 利不续民 屈民为盗 此乃酿祸之根 所以我以为皇上应该整顿立志 才太一批英雄苟且的官僚 此乃当务之极 此乃当务之极 哪个是蔡一郎 臣在 你把大好河山描绘成满木创仪 把清明的政治形得一团漆黑 人下之意分明是朕温庸无能 不可治理国家了吗 是 圣上 这 这 这绝非臣的本意啊 臣只是 把他拉下去 臣 圣上 听臣解释 臣的意思并非如此啊 臣的意思并非如此啊 请让臣把话说完 圣上 父亲回来了 嗯 父亲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啊 新科状元 蔡一郎 生性耿直 奏请皇上改革立志 可惜 燕狱过于率直 加上卢塞 在皇上面前 添油加醋的这么一挑拨 皇上一怒之下 将他投入大狱 生死未卜啊 卢塞是因为没有得到我 才记恨蔡一郎 蔡一郎姓名难保吗 凶多吉少啊 那请父亲 一定要救救蔡一郎 救他 为什么 女儿见过蔡一郎 而且 还与他说过几句话 他不仅相貌堂堂 口若悬河 人品极高 才学就更不用说了 像他这样的才子 如有什么不测 实在是太可惜了 所以女儿求父亲 一定要救他一命 可是皇上正在气头上 此时去救他 并非一事啊 我想 父亲贵为丞相 据百官之手 解救蔡一郎 应该不会太难吧 要解救蔡一郎 必须有充足的理由 才能说服皇上赦免 那就 皇上不是关心我的婚事吗 那您就说 就说你已经责他为婿 这样总可以了吧 可以倒是可以 不过 若救他出来 若父亲喜欢 这可是欺君之罪啊 若父亲喜欢 女儿愿把终身托付于他 啊 蔡伯监 出来吧 要我去哪里啊 你 你 是丞相的成龙快婿 所以皇上设别你 赶快快家吧 快走啊 啊 你 你在吃糠 没有啊 我都看见了 是吃糠 米糠蛮好吃的 啊 你还说好吃呢 你以为我没吃过糠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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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我们才想 要媳妇吃这种东西 拿来 拿出来 tot着 这是 inequality 不然我们要吃一口 Está消桃 倹家 我一直在煮 接下来 就是薄杰的糟糠之气 是牛丞相府来的下人 一定要见你 两位可是从牛丞相府中来 有何事吩咐 不敢 小人是牛相爷府中的一个小小的院工 直到相公受惊特来问候 多谢前辈 更谢丞相的救命之恩 不过 让晚辈不解的是 为何把我说成是牛相府的女婿 那是我家相爷赏识相公 我家小姐又看中了相公 就是 是她主张打救相公您的 哦 是这样 来 坐 请 如此 那要多谢丞相府的千金小姐 不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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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要掂量掂量呢 庄元相公果然一表人才 般配 庄元相公 小的是奉了相爷之命 特地来给你道喜的 在下离家万里天涯飘零 又是初入仕途 成蒙丞相多多指点 何喜之友啊 好 哈哈 相公此言差矣 相公现在是天路石渠中的贵客 须眉男子中的英雄啊 不敢当 现在京都城中富儒皆知 大名鼎鼎 我家相爷中年丧妻 旗下只有一女 生的是美貌聘庭 前日老相爷奏请皇上免相公死罪 以便招赘为序 现在皇上已经下了圣旨 是要招你为牛家的成龙快叙啊 这 这 这件事恐怕不行啊 呦 庄元相公 你不过不是怕我家小姐长得丑吧 不是 实话 告诉你 我家小姐啊 是摇台良缘中的神仙 庄元相公 你呀 就别推辞了 快准备准备 当你的新郎官吧 这洞房花竹 我准备你啊 我 我不是这意思啊 呦 庄元相公 你不会是出来监社过河拆桥吧 两位贵客 非是搏接失敬 只是搏接离家之时 已经完婚三月 而且 双亲年事已高 须人照料 柏杰并不准备在京中久留 因而这种婚事 万万不敢应允呢 那太柏杰呀 出了监涉 又神气起来了 说你家小姐便是颇天富贵 花容月貌 也休要提起 她呀 还骂名和小姐呢 说 你家相爷啊 枉为一品 你家小姐啊 久长齿岸 行了行了 你不要在相爷面前办动是非 启禀相爷 那蔡伯杰自称家中有高龄父母三月娇妻 不敢受此答案 请相爷另则家序 她还说待明日早朝上表 要辞了官回家去 岂有此理 难道我相府的门第 还比不上她状元的名头 就是 难道我相府的千金小姐 比不上她的糟糠之妻 说得对 何况我还救了她 这个蔡伯杰 竟是不明事理 不识抬举 不敢恩戴德 这件事情要是传了出去 是我相府的小姐 没有人要 这还了得 蔡伯杰接旨 臣接旨 蔡一郎 皇上说 今天早上 牛丞相已上了奏章 正是招你为序 皇上已恩准丞相的请求 命你不得推死 欠由昭仪宣读圣旨 带伯杰接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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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행 相公 你 你是谁呀 相公你喝多了 连奴家都认不出来了 我不能 什么不能 为什么 我不能跟你同床 为什么 我说不能就不能 你一个人睡吧 相公 相公你这是怎么了 相公 你这是干什么 相公 去 要去 相公 有 有 一 簡訊 姑娘子 道涟好嗎 還不知道怎麼樣 謝謝您來看她 您先進去坐吧 好 我進去看看 我看你 哥哥 魏伯来看你来了 老爷们 事已至此 你伤感也是无济于事 还是从长记忆多多保重 要养好身体再讲吧 魏伯 我何尝不想多回几年呢 真是雁田的光景如此 早是死 晚也是死 不如早死算了 免得拖累了媳妇 都怪我一时糊涂 逼着孩子 伤经应试 不认识 爱了自己 也害了老伴和媳妇 我死后 恐怕没脸 在九泉之下 见我的老伴啊 恨之恨我那个 不孝的儿子 李嘉宜过年吧 半点阴心也没有 也不知道她死还是活 真是苦了我的好媳妇啊 所以说嘛 你现在不为自己 也该多为儿媳妇想想 目前 你要多保重自己的身体才是 快 来 喝点药 不要 最事我早已想好了 魏伯 我 还要 挺难的 把奥今儿个 你替我捉笔 立个遗嘱 你看如何呀 老院外的命令 奴才岂敢推辞啊 过世的老伴和我这半条命 把媳妇拖累得死去活来 我死后还不知道她要受多少苦 为何呀 你只替我写上 等我死后 只要捡张破席子把我包了 丢到山沟里就算了 等我死后 媳妇不必在蔡家守孝 也不要等那个不孝之死 只盼她早点改嫁 去找一户好人家吧 公公 你千万别这么说 我五娘生是蔡家人 死是蔡家鬼 改嫁之事万万不能再提 媳妇把我怪状拿来 这些年来 我们蔡家屡遭不幸 多亏了你定力相助 哪里哪里 卫伯呀 今日 我把这根拐杖交给你 一来 托你今后 多多照看五娘 二十 我把这根拐杖交给你 等我那不孝的儿子回来 你就用我的拐杖 把他轰出蔡家门 我们蔡家能有这个不孝不仁的 老孝不得 老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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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心情啊 老孝 你不能天相西方不管 老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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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好 来 给 给你 你我成为永三云 为何一到晚上你就躲着我 不可与我原方 难道是我做错了什么 不 不 不是的 那是为了什么 我 我也不知该怎么说 你怎么想就怎么说 难道是我不忠你的意 你讨厌我 不 不是的 你这也不是 那也不是 那你让我怎么想你 你究竟是为了什么 难道是我配不上你 不 不是这样的 那你让我怎么想 我究竟是做了什么虐 你看 看我的 来了 来了 莹果 开了 太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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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漂亮了 叶子 废女 太好了 太好了 你怎么调这么重的水 来 我来帮你调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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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话跟你说 哎 要多少毛子 哎呀 没想到你们蔡家频频的发生不幸 哎 这个 你当时越长越漂亮了 哎 嘿嘿 不过我早就说过了 这伯街得了功名之后 他是不会回来的 哎 你当时就是不相信我的话 现在你总该相信了吧 好在我乔公子对你是痴心不改 你现在后悔还来着急 怎么样 嫁给我乔公子做我的三少奶奶吧 我保证你愿无忧无虑吃穿不愁 我无忧无忧的什么活 怎么样 别以为人不住 我们家的房子就是你烧的 哎 哎 你别冤枉好人 我 我我乔公子能干这种 缺德的事吗 你就是这样缺德的人 我告诉你 这辈子别想打我主意 我告诉你 姑娘 你别静静不吃吃拔酒 好好好 我不怕你 卖风灯了卖风灯了卖风灯了 这 我 这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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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相公在想什么 若不想听 卢家就不谈了 不 不不不 我最喜欢听夫人谈了 说的也是 记得去年中秋 我与相公第一次见面 还是这琵琶前的仙做的梅 一晃都快一年多了 想起来真有意思 这也许就是缘分吧 相公你说呢 正是正是 相公还想听什么曲子 尽管说来 好 那就弹一曲知朝飞吧 这首曲子讲的是夫妻之悲 何必要弹它呢 那就弹一曲孤伦寡狐吧 相公你今夜是怎么了 你我夫妻恩爱正浓 为什么要听这些悲悲怯怯的曲子 那 那就弹一曲旧思尹吧 或者是 别和愿或者 你 你为什么要跳这些不吉利的曲子 敢问相公 是不是以为奴家不懂曲艺 故意戏弄奴家不成 不敢 你以为你是当今状元 就不把所有人放在眼里 你心中根本就没有我 我 自从你进了我们家的门 就从来没见过你的笑脸 终于爱声叹气 这不是欺负奴家是什么 是什么 我不是这个意思啊 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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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 好 公公婆婆 明日五娘就要去京城 寻找夫婿 待我和伯杰 牵手回来的时候 再来好好供奉你们 去吧 怎么 姑娘是要出门 你来干什么 我是费经心机 弄得你孤单无助 我贵的就是要 尝尝你的心 你知道吗 我为了想得到你 我不知道利用了 多少口水啊 今儿可是清风明月 让我们同窗共枕 定然愈死愈歇了 不许泽 上床吧 不 我不要 要不要 就是有我的你了 你放下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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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放开 我要振下我 你放下我 怎么办 你就永远不要再回来了 这个家由我来处理 你快走吧 快走 快走啊 快走 快快 快走吧 快走 快走 过两天就是中秋节了 相公 大使我们和唐赏月 你可有兴趣啊 月亮有什么好看的 你呀 都已经是唐藤状元了 连赏月都不会 相公 妾有一事心里不明 请相公如实相告 什么事 相公 自从你到我家之后 一直心怀异怨 闷闷不乐 不知是因为何事 是因为疏童丫鬟 没有尽心伺候 还是因为缺了吃少了穿 不 那莫不是嫌我父亲性情怪异 也不是 是 莫不是嫌奴家不事不忠 夫人待我十分体贴周到 我岂敢嫌弃啊 莫不是相公 在秦楼厨馆有了一钟人 心中时常挂念着他 不不不 伯介我虽然出身贫寒 却是知书十里之人 这寻花温柳的勾当 是断然不敢问津的 夫人尽管放一百个心 我家也只是随便问我而已 不过你这也不是那也不是 一家围棄以后 如何与你相处啊 夫人今日不提 我这块心病 也是要掏出来 让夫人瞧瞧的 只是令尊大人的脾气 你 相公 常言道心头有病不吐不遇 你今日不说是迟早要说的 还是有什么说什么吧 夫人 我就对你实说了吧 伯介我对不起你 伯介上今应试之前 家中上有两位老人 还有一位新婚方才三个月的娘子 我是被我父亲逼着来今应试的 后来又被你的父亲召我为婿 我是辞官不成 辞婚又不许 这一年多来 家里阴性全无 你说 我能有好心情吗 这不是真的 你骗人 你撒谎 你胡说 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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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冷静点 你怎么 他 夫人 这不是真的 你告诉我 这不是真的 他 我今不敢胡言乱语 跟夫人心伤害夫人 可是 不见是句句实言哪 我亲一 你真为什么 为什么对我如此不懂 我也对不起你 我 我也对不起你呀 你还还ăăăăăă Ooh Mm な attire să uit 不会的 你一定弄错了 弄错了 你知道京城有几个切剥剑 不相信 你自己看看去 今天既是中秋佳节 又是西村之内的生日 可喜可负 谢谢 谢谢 来 来 来 五娘 你是五娘吗 我是伯戒 不 你不是伯戒 过去的伯戒已经死了 不 你听我解释 你站在我面前的这是一个负心汉 不 你听我解释 不 我不听你解释 如果你真想解释的话 当初你就不会一去不回音 音讯全无了 什么 我给家里削个书 而且还不止一次 可我从来就没有收到你们一封回信 你不会再有回音了 你爹你娘已经魂归九泉了 不 不可能 我当初送你附近音试 我为的是让你博取功名 光宗妖族 事严有成 谁想到 你会从此躺在功名之上 你竟然背着我另找喜欢 你喜欢她吗 你喜欢她吗 你告诉我 我 那她喜欢你吗 我 你情与着神 我 对 我 不 你 我 你 你 不 我 我把事情跟许臣说了 我打算死关回乡 娘 你想什么 何必呢 已经有一个苦命的我了 何必再让另外一个梁家妇女也成为我了 原来你终日异议就是为了你这结发妻子 你用你的伪装骗了我的真结 现在还想用你的花颜桥义来梦骗我 和这位女子一起回乡 你简直做梦 跟我回去 我不想让你搅了今晚的月色 和我的生日夜 那 五娘她 琳琳 看在他们曾经十夫妻一场的份上 先给她找个客店住下 嗯 我们来日再理论也不值 多谢小姐慷慨 不过 五娘孤身一人 与其给你增添麻烦 不如从此在你们面前消失 好成全你们这段美好姻缘 五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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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知 多少个细雨如毛的黄昏 我已在窗前 牵挂着千里之外的你 多少个月落星星的夜晚 我蒙回了自己的家园 我无数次呼唤你的名字 等待你的音讯 你 我真该死 我该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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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姐 小姐 何事惊慌 是丞相带着兵丁真往府上赶来 为何事啊 听说有人在皇上面前告了一桩 皇上命丞相以欺君之罪承办蔡相公 莫吉 莫吉 你赶快走 不然我父亲饶不了你的 莫吉 我该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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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莫吉 我该死 我该死 莫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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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甘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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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亲 不甘死 不甘死 我是西春啊 不甘死 父亲 我是西春啊 疯了也好 否则 皇上也不会轻饶了他 好 宝剧 我是西春啊 不该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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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柏杰 封兰 牛西春跟随着她整整过了十八年 她终日为她弹奏的那把称作娇尾琴的琵琶 以其唤醒她的记忆 但终未成功 作曲 李宗盛 一飘瓶万中风 父皇家似风中处 万有苍 圆阳万我 红边黄若花上 前朝 心衰爱识 后听山海梦 我 总被遇到 风吹月月去 烟子归来 凋两颗春 多少宿命 都我 发作 一是琵琶 雷是青山 穿世间谷 穿世间谷 顾